公元前510年,罗马人亲手将暴君卢修斯、塔克文、苏佩布赶出了国家,这对于罗马历史而言是里程碑一般的时刻,也被看作是罗马人民反暴君统治的光辉时刻。 自此之后,罗马王政时代结束,罗马共和国时代到来。 所谓共和,必然是罗马一家人和和气气,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,共同分配利益。 然而权力这个东西,往往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,他们面对手中的利益无法割舍,面对人民的诉求毫不在乎。 共和二字成为了一个笑话,但是反抗贵族的时光,成为了罗马人民永远无法忘怀的激情岁月。 那些不愿割舍自身利益的贵族们,最终等来的是乌大为的大刀。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,罗马共和国如何变成罗马帝国。 提起罗马,我们不得不提罗马军队从对外战争去看,无论是罗马共和国还是罗马帝国,对外战争的胜率可谓是高的恐怖。 可以说,罗马军队的战斗力,至少在当时欧洲那一幕三分地,是其他国家噩梦般的存在。 然而在罗马共和国时期,坚固的堡垒却从内部被攻破。 凯撒用自己的军事才能以及强大的人格魅力将战火烧至罗马,最终让元老院对其低头。 虽然在之后凯撒被暗杀,但是他的养子乌大为用手中的大刀硬生生斩出了一条血河,制造了一场为凯撒报仇的大清洗。 罗马共和国在强烈的复仇情绪下,变成了罗马帝国,乌大为则成为了罗马帝国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任国王。 想要通过军事政变造反,手中就需要士兵,凯撒大帝的这些士兵从何而来? 这些士兵为何愿意跟他叛国? 这就要说起罗马百姓从人民变成奴隶,再变成职业军人的过程。 罗马共和国的军人为何如此强大? 这与国家的军事体系离不开关系。 罗马共和国最初的军事体系为,不打仗的时候,罗马百姓就安安心心当农民,种田赚钱养家。 打仗的时候,就自己掏钱买装备,和罗马将军们一起欺负人,耍惊艳去。 每一次的侵略都会带来巨大的利益,但是这些利益,最初人民是分不到的, 全被罗马贵族们给瓜分了。 人民此时不干了,上阵杀敌的时候,我们是士兵,你们躲在背后指挥,就算上了战场。 你们这些少数贵族能有多少人上战场? 打赢了,有好处了。 不知道分给我们,就晓得自己独吞,马洛的命也是命,赶请我们的命是你们的赚钱机器。 随着民怨沸腾,元老院的贵族们稍稍妥协了。 你们要好处可以,在战场上建功立业,就能够进入到国家贵族阶层,成为保民官。 在拥有保民官职位后,便能够参与到一切有关于平民利益的决策当中,收入的提升也是必然的。 当战争能够获得利益和权力,全民皆兵的罗马军队迸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。 按理来说,这是一个不错的决议,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问题。 不可能人人都当保民官,这个位置终究是有限的。 当自己上战场后,只要部队稳定发挥,必然是吃穿不愁的。 但是打完仗之后呢,耕地是需要一直维护的。 长时间的战争结束后,回到家中发现耕地已经荒废了,直接影响到了自己的收入。 没有钱,自己只能卖一部分田产给贵族。 卖了田,虽然有了一定的收入,但不是长久之计,没多久之后自己又没钱了。 最终将所有的田敌都卖出去,实在没得卖了,自己就只能去贵族家里打工。 贵族家中拥有大量低价买来的田产,本可以雇佣本国百姓为他们维护土地,但他们需要这么做吗? 答案是不需要,连年战争,大量战败国的奴隶被分配了种植工作。 奴隶可以不要钱,包吃喝就行,你这个罗马百姓来我这里打工,我还要发你工钱,不知道。 罗马百姓此时要想活下去,只能继续打仗。 但很有意思的是,不是所有罗马百姓都能打仗的,他们必须有一定的资产才能去打仗,没有资产就无法自己购买武器,上了也是送死,反而浪费部队粮食。 没有了田地,不能打仗,奴隶积押了自己的工作空间,作为罗马百姓的自己,戎马一生却活不下去了。 想要活下去也可以,去贵族家里当奴隶,至少能换口饭吃。 就这样,罗马百姓从罗马人民变成士兵,回来之后成为了贫民,最终变成奴隶,找谁说理去。 从经济角度去看,罗马的耕地实际上一直都在铲除,只不过他们从罗马百姓的手中兼并到了罗马贵族手中,苦的还是百姓。 不过元老院贵族也发现了一个问题,穷人变多了,他们都没办法当兵,士兵人数减少了,那么应该怎么解决呢? 其实光是搞土地兼并这一套,罗马贵族就已经很不当人了,面对国家兵员的减少,他们必须要做出一些牺牲。 他们的牺牲并不会影响他们富裕的现实,也能让他们获得极高的名望,但为了自己的利益,他们选择了拒绝并且犯下暴行。 贵族出生的格拉古兄弟是罗马共和国人民心中永远的光芒。 他们提出了土地改革方案,和我国新朝时期的王芒土地改革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,但更为贴合实际。 按照兄弟俩的提议,贵族每个家族的领导者可以获得大概500优格的土地,家族最大的两个儿子,也能获得250优格的土地,也就是一个家族最多拥有一千优格土地,不能再多了。 一千优格大约为250公顷土地,这已经是很大的产业了,养活一个富裕的贵族绰绰有余。 至于国民,则是每家给到30优格土地,大概是123亩土地。 和新朝失败的土地改革不同,不同于人口数量。 新朝土地改革后,贵族分完了土地,平均下来分给农民的土地,是不足以养活他们自己的。 也就是说,我确实拥有了田地,但是田的产量有限,高低我还得饿死。 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罗马共和国不会出现,123亩土地对于医护人家而言,哪怕是石口人,也是绰绰有余了。 可是贵族并不打算让步,甚至雇佣打手杀死了格拉古兄弟。 格拉古兄弟的死,代表着这一条双赢的道路被完全堵死。 那么,如何才能改变兵源不足的现状呢? 答案是发展职业军人。 职业军人的出现会导致军权集中问题。 当军阀发展起来,那些卧在元老院的贵族们也就要遭劳罪了。 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政策失败后,一位名叫马略的狠人出现了。 他给到的解决方案是直接开展募兵制,也就是招收职业军人。 士兵不用担心种田,安心打仗就行,国家养着。 你们不愿意给土地,那么打仗的时候出军费总可以吧? 你们负责种田赚钱打装备,我们负责狠狠打仗,这总没问题吧? 元老院贵族们想,反正平时打仗都是我们出钱,多打仗多赚钱,多出点军费没问题。 反正土地在我们手上,啥玩意儿都没有不动产靠谱。 他们此时还不知道,这个世界确实有比不动产还要靠谱的东西,那就是军权。 马略改革直接导致罗马军事力量上升到了空前高度。 靠着这套改革制度,马略获得了诸古达战争的胜利。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,属于罗马的军权时代已经到来。 当将领和士兵之间长时间相处,士兵们被潜移默化的影响,他们认为自己效忠的是统帅,而不是背后的罗马贵族。 很多将军都是保民官出生,也就是普通平民出生,这让士兵们更有归属感。 马略是先驱,但却不是唯一一个吃螃蟹的人和他一起吃螃蟹的,还有因为诸古达战争出名的苏拉。 两人之间为了权力发生了内斗,苏拉获得了最终的胜利,而凯撒大帝作为马略的妻子逃亡在外。 苏拉战胜马略后,在公元前82年完成了独裁,但是在公元前78年,苏拉病死,罗马进入到了三国时代。 三个势力分别是镇压过斯巴达起义的克拉苏,因为苏拉死去回到国内快速发展的凯撒,以及获得了元老院支持的庞培。 凯撒当时是最弱的,甚至为了得到力量,还将自己年轻的女儿嫁给了50岁的庞培。 公元前55年,克拉苏在帕提亚战争中死亡,凯撒和庞培开始了斗争。 前文提到过,庞培是获得元老院贵族支持的角色,此时的凯撒必然是无法得到元老院贵族支持的。 凯撒的优势在于,他对百姓很好,乐善好施,对自己手下的士兵也非常慷慨。 此时马略改革已经进行了40多年,军事将领与军人之间的年性已经出现,并且极为牢固。 凯撒带着士兵前往自己的属地高卢,接口是高卢的保民官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。 但实际上,他已经有了改变罗马历史的想法,而他能够完成此等壮举的基础就是马略改革。 当他率领军队冲入罗马时,庞培的抵挡可谓是毫无作用。 凯撒改变了历史,但犯了一个错误,那就是没有清剿元老院贵族。 此时的元老院贵族迫于凯撒的军事力量,不敢表面造刺,但却策划了一场谋杀。 伟大的凯撒大帝就这么隐恨西北,但是他的养子乌大为可不是一个好脾气。 在凯撒死后,他和凯撒的心腹大将安东尼联合,杀死了三百多名元老院贵族,并且清剿计划在之后的日子里持续执行。 罗马共和国在此刻陨落,属于乌大为的罗马帝国时代开启,翻看着整段历史。 我们会发现,这些元老院贵族们为了自身利益,犯下了一个又一个错误。 没有善待为国家上战场的士兵面对土地兼兵问题,为了自己的利益,选择视而不见。 当格拉古兄弟决心改变这一切,提出了重肯的方案,却将其残忍杀害。 当马略改革开启后,实际上他们的命运就已经走向了毁灭。 他们不让步的举动,让国家出现了众多实力强劲的军阀,也完成了国家政治和军事的分割,自己只有政治却无军事力量。 反观那些掌握政治并且拥有军事能力,可以从肉体方面对他们直接进行物理消灭的军阀, 从提出改革的马略到独裁的苏拉,到进攻罗马的凯撒,再到之后的乌大维和安东尼。 面对这些狠角色,他们手中的不动产能有多靠谱呢? 18世纪50年代,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,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。 战争结束后,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,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尽苦头。 蝴蝶效应下,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,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。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?为何吞下恶果的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? 感兴趣的朋友,可关注头条号昆奇说是,回复001即可观看。